俄羅斯在20號成功試射可以攜帶核武的薩爾瑪特洲際彈道飛彈 俄羅斯總統普丁也透過電視轉播來宣布了這項消息 俄羅斯的國防部表示薩爾瑪特是目前世界上最強大破壞目標射程最遠的飛彈 可以大幅增加俄羅斯戰略核武的戰鬥能力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